今天我日本黑帅长长样 拍个直播你看他来不来嘛 对不对 咱们直播间里有坏人啊 直播间里有坏人 大家监督举报一下 有很多哆啦A梦头像的 那都不是好东西 大家好我是达树 油头哥这下火的 简直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不仅国内网友人肉塔 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说日本黑道都在通缉他 那现在就连日本的议员 都在收集他的罪证 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起诉他 反正如由头所愿 这件事虽然没有上升到外交层面 但是至少为中日关系 进一步恶化断交中 尽了自己的一份微博之力 同时也对习八号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这一翻车 做出了前所未有的 巨大奉献 不要干这种事情 所以由头的IP 就惊陷在湖南 网友就说他回国躲起来了 这也是有原因的 那现在在中国 其实流传最广的 是一个女孩的真相视频 他说由头哥呢 涉嫌去头断尾 恶意翻译 这个Virus呢就是病毒 就是英文 Virus 的日本骗假名嘛 然后预防 大家可以认得 为了 这个为了的为啊 但是他不说这个原因啊 然后他就进到这个店里面 然后跟那个店家争论 这段话听过来 我可以知道他绝对不是翻译成 XXX恶心 还有Biokey Biokey Color 我们可以在这边听到这两个词啊 结合他店门口说的 Virus预防 可以翻译成 因为病毒会生病的原因 他这边已经跟他说原因了 咱都知道 这个在红社会里 当人是非常不易的 所以很不幸的这个女孩啊 招来了无数抹粉的谩骂啊 那这个女孩解释的这部分内容 就是事实的一部分 那由头哥就是天由家处 恶意招摇 所以呢这里呢 大树啊也给上一集那个 说我垃圾的这位朋友啊 我给你做出了解释 其实啊 让我说这件事啊 日本老板贴的这张纸 一般人看了 心里都会不舒服 更何况是给摩粉看到 摩粉玻璃心碎的那一刹那呢 就是老板倒霉的开始 所以呢 我既可以理解日本老板的悲剧啊 我也可以理解国人的愤怒 但是我不理解 为什么对由头这类人 他会加以歌颂甚至赞扬 甚至是包容与理解啊 这个呢 是我觉得对人类文明最大的伤害啊 奇怪啊 就是 但是抹粉就是看不到 牛头哥到底有多么过分 大家呢可以去观察抹粉啊 他们都是这类的思维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标准答案 有标准思维 有标准情绪 因为呢我们的抹粉呢 在比坏啊 他们共同传递的是 丛林社会的价值观 它让大家接受的呢 也是丛林地球里没有人 只有牲畜 与更加牲畜的牲畜这类思想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啊 如果你说我是牲畜前 请先看看你和他是不是这个牲畜 这就是用红鬼子的道德枷锁在捆绑人类 所以也就有了你说他不行 但是他说你就是天经地义 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啊 关注的点啊就延伸到 油头哥是不是日级的 看看呢有没有这个再反转的可能性啊 其实呢他是不是日本级的啊 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是红色的 行为是红色的信仰是红色的 今天我日本黑道长啥样啊 开个直播你看他来不来嘛 对不对 够嚣张 有点帅哈 嗯 你只用有一点帅来称呼我 我感觉你多少对我还是有点不尊重啊 嗨这个事情咱们别提了没意思 对吧一天到晚提这个事 这是不是早就 不都不都已经上个礼拜都已经解案了 所以为什么还要提 谁你说现在提这个事是谁在狗急跳墙 是谁在狗急跳墙 咱们直播间里有坏人啊 直播间里有坏人大家监督举报一下 哎有很多哆啦A梦头像的 那都不是好东西 哎 我故意挑衅别人 来把这人提了 我故意挑衅别人 是这个事是我挑衅别人吗 是我在挑衅别人吗 来把这人提了 他名字叫什么道士是吗 来把他提了 我我故意挑衅别人 这些人现在真是莫名其妙 他们的逻辑之间都有冲突 莫名其妙 但是咱们干饭不要被这些人搞坏心情 他们发的信息都一样 群众里有坏人啊 大家帮忙举报一下子啊 举报一下子啊 龙虾爸爸 龙虾爸爸长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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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龙虾爸爸 我不管他是不是爸爸 嗯 龙虾爸爸 龙虾爸爸 这个里面还有黄还挺好吃 可以的 嗯 我真的羡慕油头哥的自信啊 佩服油头哥的逻辑思维 更着迷于油头哥吃龙虾屎的这种霸气 你看啊 油嘴滑舌吃的哈 就是好好吃的样子 是不是 你说你去日本举报啊 也就够丢人了 你回国还要再玩举报啊 在互联网上 你还要玩这个举报 这么爱举报的人 不知道他这些评论区的这种 八九六四之类的这些字眼 够不够 作为举报的证据 我们中国有句话啊 叫道高一尺磨高一丈啊 那现在呢我们就让这把磨粉 见识下人类的智慧啊 看看是你磨高还是咱道高 估计呢 由头意识到了危机感啊 想拿钱消灾转移视线啊 解决内部矛盾 所以呢 马上就在这个甘肃啊 出现大地震之后啊 他就主动捐款2万元人民币 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 稳税所有说起靠爱国制造流量 赚黑心钱的这样的行为 朋友们 我们记得这笔账啊 这是由头哥的心意 真正的爱心 下次呢 中国在有大灾大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到由头哥 今天捐的这笔钱 希望由头哥呢 可以每次都帮助 我们这些受灾受难的人们 同病相邻的人啊 还有这个小野亮啊 这个事件呢 之后呢 小野亮就变成了小奶亮 借酒消愁 现在我在一个特别私密的两个 告诉你们 其实你们知道吗 每个人活着 都有自己的底线 但是自己的底线 在于我们拼命的活着 拼命的活着 以及在于我们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特别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们很纠结 纠结的源泉在于男人一定要吸取异性的存在感 我是北京的 我在东京自己修悟 哈哈哈 哈哈哈 耶 耶 耶 是个好笑 每天都有每天的太阳 清醒之后 我 我还是我 你 不一定是你自己 酒后吐真烟啊 虽然有点胡言乱语吧 但是呢 他强调了底线 拼命的活着 估计呢 是被人看不起了 心想 我这么有钱了 成功了 为什么总有人踩我 就我感觉这哥们的这个家庭背景嘛 他的生活状态有点像那种刮二代调教出来的 啊 虽然有钱呢 但是总被踩啊 咱都知道啊 很多红鬼子啊 他这个为人父母的时候啊 他还算是有点良心的 因为他要保自己的乌纱帽嘛 所以说呢 他整天呢 就会给他的孩子做思想教育啊 就说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搞这种高端娱乐 你不要以你的身份去搞 你就是不听 早晚被你害死啊 要么就是啊 你这个兔崽的 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不要再惹事了 万一哪一天你把事情闹大了 我告诉你 就算是天王老子都无法帮你啊 然后这个时候小奶量就说 爸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一直就是看不起我 我做什么 您都说我不对 我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给您看 不好意思啊 不能再继续编了啊 不然得拍电视剧了是吧 那这个家伙呢 其实就是我说的那种啊 赚了钱 其实也找不到快乐的典范啊 他可能真的太有钱了啊 他觉得跑车啊 美女啊 天天吃米其林啊炫富啊 都是凸显他很富足的这么一个部分 但是相反呢 这些都是凸显他精神世界非常匮乏的这些例子啊 其实这是一种宣泄 兄弟们听我说啊 我在每一个国家 我在每一个国家 会有我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 我每天都很快乐 但是我不知道快乐 圆圆来自于哪里 我每天都很开心 但是我不知道开心的底线在于哪 我觉得每天我都会触及到每个人的底线 但我确实不知道每个人的底线在哪里 我喜欢日本的雪 我喜欢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场所 我爱你们 等同于你们爱我 谢谢 小雨亮 永远会 努力的活着 以及坚强的活着 这么听呢 还真的是被喷惨了 是吧 他说他会永远努力的活着 坚强的活着 其实他这么有钱 这么快乐 这么开心 他为什么在乎别人的底线呢 他其实根本也不需要坚强 根本就不需要再努力了 所以呢 我隐约感觉呢 这哥们的童年真心不快乐 他的所有价值观 都在渴望大家去理解他 看到他的这种价值和理念 可是这哥们的价值观是扭曲的 我觉得啊 造成这样的结果啊 一定是他心里承受了很大的伤害啊 环境有问题 可以说呢 有各种各样的童年阴影 那么清醒之后呢 这哥们就把这段视频内容给删除了 清醒之后 我还是我 你 不一定是你自己 所以呢 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看到了他的底线啊 其实是一条红线 哈哈 那为什么啊 能解锁这几集的流量密码啊 其实并不是说视频内容有多么出众啊 缩猎图有多么的好啊 实际上呢 是他们俩太入戏了啊 这个剧情呢 也很戏剧啊 各种反转 那一场红色的革命 里面有惊喜啊 还有悲剧 还有喜剧 所以大家才觉得好看 其实这帮人呢 都在练葵花宝典啊 都是总加速师的一部分 那么这场闹剧呢 从他们开始 必然也要从这群人开始羡慕 因为这个就是完整的人生 好了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